箱子里有足足一百只蟑螂 咱们今天的试试 把一只螳螂放进去 看看会发生什么 螳螂已就位 落地姿势倒是挺稳的 箱中的小强 基本分成四坨 聚集在四个角落里 螳螂突然扭头朝向左边 但并没有行动 小强们则停留在原地 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没有多久 就有不怕死的小强 在箱中窜了起来 正在挑衅式地从螳螂身下爬过 螳螂则依旧窥然不动 应该还在观察箱中局势 有一只小强从他面前经过 看起来吸引了螳螂的注意 出击 竟然密实了 小强在到达螳正前方时 螳螂同时挥出双刀 击中了小强 但并没人擒住 反正小强倒是吓得屁滚尿流的 没事 多的是小强 这不面前又来了一只 再出击 又扑空了 这次螳螂也是双刀起挥 但是还没接收的列误 就开始往回收了 这小强倒是反应其快 表演了一出原地180度转身 不过问题不大 有的是机会 这不又来了一只 出击 不是 小老爹 咋回事啊 你这准度怎么越来越离谱了 这次连小强都没有吓到 看见没 小强是慢悠悠地离开的 后面还是经常会有小强从螳螂面前经过 甚至停在他正面挑衅 但是螳螂似乎已经傻了 所以经过他面前的小强无动于衷 连续三次miss 让他自行性受到了打击吗 过了许久 螳螂在箱中移动了起来 来到了靠近镜头这一面 再次被面前的小强吸引 出击 这次有两只小强 牵住了 砍掉了小强一条腿 这小强竟然选择了断腿逃生 螳螂似乎给整蒙了 傻傻地待在原地发呆 对面前路过的小强 又开始无动于衷 又过了许久 螳螂来到了右下角 注意到了面前聚集的大片蟑螂 会发起攻击吗 这是应该不会觅食吧 令人惊讶的是 螳螂不但没有发起攻击 甚至还想往上爬 想跑路开溜 把下面的小强们 倒是吓跑了不少 再次注意到移动的小强们 但依旧没有行动 还是想跑 结果还把自己整得唐仰马翻 不过翻过来这下倒是挺帅的 看这动作就跟你鱼打挺一样 不过这螳螂帅不过三秒 翻身过后他并没有追击小强 还是继续强向上开溜 早已全无斗志 难怪都说吴先生的螳螂 是拳网最拉垮的螳螂 从这这的表现来看 好像还真有点道理呢 咱们换一只看看 哇 这一只唐仰一进来 就被吓得四处逃窜 而且还翻得过来 仰面朝天 这只看起来好像更拉 我们还是帮帮孩子吧 倒是很配合地翻得过来 但之后就一直是这个姿势了 这唐仰是葛拉在祈祷吗 从提前来看 这只唐仰比前一只 还要瘦弱不少 我已经不抱期望了 过了很久 唐仰依旧在那祷告 有只小强从来面前经过 似乎吸引了他 哇 竟然出击了 虽然没中 不过看起来是个好兆头 再出击 又没中 这准确度还是拉垮 不会又和前面那只一样 试个几次就开始摆烂了吧 果然 这唐仰似乎也想往上开溜 咱们来搅一下局 看看能否激发他的斗志 像扎堆的小强都动起来 刚才一只小强送他刀上他都不吃 这真是够拉垮的 看来大家喷的没错 吴先生的唐仰熟识够拉 看着小强从他面前经过 除了发呆啥也不会干 不过突然间 唐仰把自己的重心降低了 难道说他有想法 目光紧随旁边这只蹦蹦跳跳的小强 却依旧没有出击 正面又爬过来一只 好天啊行动了 漂亮 小强先是一个原地掉头 把屁股暴露给唐仰 唐仰当然不让一击命中 终于拿下了一血 二话不说 直接啃食起来 总算是为吴先生的唐仰 帮回点了颜面 真香 唐仰吃东西 都是这样抓到活了就吃 而且抱住了就坑了 可怜的小强 没多久 就整个被唐仰给吞没 看他的肚子 已经有点鼓了 毕竟他自己也不大 他还会再下杀手吗 旁边有一只不算小的小强 放不过身来 在那挣扎着 唐仰被吸引到了 似乎有想法 出击 又命中 看这是他捕食时 在前座猎物后 整个身体顺势往前扑倒 我觉得应该是刻意为止的 这可能是唐仰的一种捕食策略 就是在觉得猎物不轻的情况下 如果对锦靠双刀没有把握 再利用自己的体重 来锁住猎物 不用说 又是干饭时刻 那么大一只小强 竟然又被他整个吞了进去 还能再吃吗 这面前过来的又是一只体型不小的战狼 唐仰打两折 收起了双刀 又握住 仔细看 小强竟然夺过了唐仰第一击 不过唐仰左前者马上补刀 这只唐仰体型不大 但是攻击性极强 而且在捕猎是非常的沉着冷静 小强还在挣扎 那怎么可能让他跑呢 只不过这么大一只 他还吃得下去吗 唐仰表示压力不大 照干不误 再一次给我们表演了 蟑螂消失术 连干三只大蟑螂的唐仰 还能再吃吗 感觉被他吃了那三只蟑螂 加起来体型不比他小吧 唐仰似乎又被他右边的蟑螂群吸引了 不过这次没有出击了 看这样子应该是吃饱想跑路了 已经表现很不错了 就让他先撤离战场吧 故事还没有结束 有请我们的第三只蟑螂 会超越第二只吗 哇 这只蟑螂好暴走 没有像第二只蟑螂刚进入时荒不择路 还是一进来就四处出击 看起来不得了 脚跟都还没站稳就拿下一血 这个蟑螂有点东西 看这蟑螂的捕师 原来是连环出道啊 完全不给猎物逃脱的机会 相当可以 干犯进行时 这蟑螂从体型来看 是三只中最大的 不是表现是否也会最佳呢 咱们把节奏加快点 你看这蟑螂 真的是爆脾气 他这一顿挥舞就像在打蟑螂拳一样 面前同时有好几个目标在移动 一时半会 不知道朝哪个下手 叮嘱了离尽头最近的这只 竟然迷失了 不过你看他这捕食动作 是不像我前面说的 挥刀之后 整个身体会一起向下降 悟空之后的蟑螂 看起来并没有气雷 慢慢收回了前置 这样可以随时出击 刚刚还试探了一下 这只一件墙角行动的小强 吸引了堂堂的注意力 目光紧紧的盯住 开始调整姿势 把身体转了过来 出击 再出击 不得不说这个小强的敏捷值是极高啊 看着他这小短腿奔搭搭搭的 竟然连续躲过了堂堂的致命两连机 看着小强的行动轨迹 就像在开卡丁车一样 最后和另一个同伴 急在左下角落 原先的小强嫌弃他离开了 漂亮 可怜小强 当了原先大致的替势鬼 这次竟然又是补刀才做到的 有确实 堂堂在做这只小强时 原先大致也被下来原地起跳 被抓到的小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然是被无情吞噬了 又随时出击 虽然灭死了 但不得不说 这堂堂拳打的是真够漂亮的 这堂堂虽猛 但小强们显然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是民间拉满的生物 咱们搞快点 哇 哇 堂堂一阵乱会 抓住了一个倒霉蛋 当蟑螂朝涌过来时 这堂堂完全没有退缩 一阵乱会就是干 最后左前子一刀 抓住了一个小肯连 右前子竟然还在出击 真是吃着嘴里的想着锅里的 不用说 又是无情的吞噬 连吃三只已经追偏了第二只堂堂的记录 他还会继续追杀小强吗 看他这状态 紧抱双前 一副准备随时出手的样子 应该不会就这样停下 出击 没抓到小强的堂堂 顺势填起自己的钳子 似乎在掩盖自己的尴尬 挑完后又恢复了攻击前妖的姿势 紧紧盯住面前那只大强 可惜再次觅死 这次堂堂竟然使出了闪电三连边 只怪了小强脚底抹油 溜得太快 又来了一只 那堂堂对峙着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漂亮 笔记精准的捕食 一招就捉住了小强 胃口还真的不错 完成了大四鞋的堂堂 还会继续出手吗 这堂堂处立在箱子中间 管路战胜一般 严强着要爬过的一只小强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神奇的是 在堂堂的临死之下 小强正下到原地掉头 可见这堂堂的气场有多强大 咱们继续推进节奏 堂堂又出击了 背对着我们一顿乱挥 好像又有所收获 果然堂堂堂完成了无杀暴走 他显然并没打算提下杀鹿的脚步 又是一只杀疯了杀疯了 这已经是第六只了 前面那只堂堂的两倍了 再来第七只 这也太可怕了吧 而且看他这干饭的速度也丝毫不减 第八只 真的无情 看起来这还是一只 不浪费 节约粮食的好堂堂呢 又是一只 第九只了 这次的牛逼之处在于 这堂堂竟然是从链子下面躲死的 他完全没有把这金属链子放在眼里 这堂堂已经彻底杀麻了 这堂堂出场后就践行着一句话 那就是 干就完了 看看他刀口下的小强残肢 只剩个脑袋竟然还能在那动 继续 HOLY SHIT 堂堂完成了死杀超神 我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只堂堂了 现在问题来了 超神之后的堂堂还会继续杀戮之旅吗 显然他并不想停下 堂堂收起刀落 牵住了一只小强的大腿 小强选择蛇狙宝帅 但堂堂刚才那一刀 还抓住了另外一只小强 就在堂堂准备张口去咬食 这小强竟然完强地逃脱了堂口 不过咱们的堂堂倒是不急不躁 毕竟已经有十只小强下肚了 继续出击 再来 第十一只 真是妖怪般的杀戮 拜托谁能阻止下这只堂堂吧 第十二只 抓到的就是吃 毫不废话 好家伙 吃了一半竟然扔了 剩下只不完整的小强在来挣扎 可能我们的堂堂是真吃饱了 那他还会干小强吗 看起来好像活血了不少 今天的记录大概就要停留在十二只了 不血 竟然还来 依旧的快很准 继续的干饭 更可怕的是 不知不觉之间 竟然又将这第十三只小强整个吞了进去 敢能继续破纪录吗 硕士师那只快又抓住了一只 不对 好像是两只 堂堂竟然来了个双响 越来越神勇了 下面那只的后腿被卡住了 索性爬到了堂堂的前置上 这是活得不来烦了吗 终于给挣脱了 但上面那只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片刻就被吞石殆尽 连干十四只小强的堂堂 还能再续辉煌吗 哇塞 竟然还在出道 真是暴脾气 这只蟑螂竟然还想顺着夹子跑路 估计也是被这堂堂给吓傻的 看这堂堂 就像完全不会累一样 再做一只给它看看 依旧会挥舞前置 但更像是防御性的 终于开始和前面两只堂堂一样 想往三维空间跑了 现在应该是真正的吃饱了吧 毕竟连干十四只蟑螂 没多久 就到挂金钩了 看看这肚皮骨的 要知道这里面可塞满了近十四只蟑螂的尸体 有今天这一顿 估计一个星期都不用开饭了吧 是时候让我们威武的唐将军 回潮休息了 再看看唐将军留下的杰作 只剩头的小强 没了屁股的小强 以及无处不在的蟑螂断腿 说它是蟑螂收割机 不夸张吧